如果你有忘不了的人 像这里的海水 喊这个人的名字 这里的海水会给你指引 樊淑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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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来来来 辛苦了 老爸 终于找到路了 太不容易了 今天晚上可得好好休息一下 快到了 坚持一下 没事 没事 我来吧 你行吗 行 这里真的好安静啊 这儿等人多淳朴啊 每天过着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生活 多好 史维聪找到这样的地方 经济也挺好的 千两 请睁眼 我们再请十号玩家发言 你们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史维聪 你连跑路你都不玩玩游戏 你还要带坏别人 知道 我找你 找你辛苦 不辛苦 所有人都在担心你 你倒好在这儿享福了 我答应你 错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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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梯 vas 快没事 错没错 快 哥哥 给我一点时间让我静静 回到北京 我才能有勇气面对舒缠 我亲手挤的牛奶 新鲜出炉营养满分 赶紧喝完 今天早点休息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没钱了就滚回家呗 你们就不该来 赶紧回去啊 我一个失业青年 不值得你们同情 我也失业了 什么 你那么激动干吗 不是 我多了那么多 你结果就 你离开飞林了 骆东良偷走了我们的剧本 拿走了天泉山的项目 林子余也消失了 所以我现在是 既找不到女朋友 也丢了兄弟 飞林为了保住生育呢 阿森让我主动离开 所以违通啊 你说对了 我一开始就是一意孤行 不到这幅田地啊 都是我自己活该 不是 但是 你知道这件事 对我打击最大的是什么吗 什么 是你 你不在我的身边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 大学四年一起疯一起扛 逼了业 又在同一家公司打拼 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不论好的话的 都陪我一起经历 可是这一次 我被人冤枉 在飞林待不下去了 你竟然不在我的身边 你知道我多不习惯吗 我连应对的勇气都没有了 所以啊 我就落魄地来到台湾找你 也不知道 你现在还管不管我呢 舒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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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你真的这么想的话 刚才就不会下手这么重了 我跟你说 全力的招一点都没用 说什么卖蒙示弱 真的 不是你到底有事没事 你个大男人想说什么就说 干嘛还挺绚丽的 还不是你啊 之前咱们俩一见面就吵架 一见面就吵架 我怕这次又吵起来 才听了他的 怪我呀 以前都是我的错呀 我还不是为你好 我史卑通这辈子 都没受过这么大委屈 为了你我连离开飞林都认了 你就让人给赶出来了 以前不怪你还怪我呀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我才是为了你好 我才是 你才什么 你史卑通你才什么才 你说你不告诉我 我怎么能懂啊 这天底下 没什么事比你重要 你知道你走了之后 我有多难过吗 我发现我不光找不到你 我甚至没有能力 把你留在飞林 你知道这个打击 对我有多大吗 十几年的友情 你倒好 说走就走 头也不回头就走了 你给我道歉的机会 都不留下 还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我好 我走之前呢 留下的东西 全都是满满的情分 你让我怎么想啊 那 你能什么都不问 就相信我吗 我当然能啊 那老哥林子虞 谁装药 谁装药 你啊 看你这么诚心诚意 那我就勉为其难 跟你回去 咱们重振雄风 装剑合璧 杀回飞林 给陆宗良一个下马威 好 不过你得先跟我说说 到李总 来 干嘛这么盯着我啊 这人已经找到了 你是个什么打算啊 什么什么打算 什么什么什么打算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 没谈过恋爱 现在心里肯定很慌 我呢 现在出于散散步 吃吃喝喝一阵 然后我就要把你的男主角 给你请进来了 杨阳 不管一会儿你说什么 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但是有一点你记住 不许犹豫不许逃避 要勇敢 我也想帮你 但是啊 这是你李洋洋自己的人生 我没办法把替你做决定 所以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 美女 口渴吗 来 我刚做的柠檬汁 你喝喝看好不好 好啊 谢谢 来 谢谢 好喝啊 对了 这史维聪来这儿这么久 他每天都在干嘛 不会每天都在带你们玩游戏吧 还不是呢 他来这里之后帮了很多忙 他每天帮忙除草 喂羊 最近还学了几牛奶 真的假的 难道我以前错看的啦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边啊 什么都是自己装自己养的 那你看像这个也是 你看 这都非常天然 非常健康的 对了 我想 明天让史维聪带你们去做手工麻糬 我跟你说 他麻糬做得个真好耶 他常说啊 学会了之后 要回北京做个一个叫泱泱的师 这个泱泱是谁啊 是不是他老婆啊 我跟你说啊 是不是他老婆 就看今天晚上了 事情呢 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林子余究竟做了什么 反正 就是小事 那你没去找过他 找了 他 这大小就在北京住 也没怎么挪过地方 我现在突然觉得北京特别大 跟一个人走丢了也许 就永远也见不到了 有想过回去之后的打算吗 哪来得及啊 舒展 我现在想要扳倒洛宗良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 如果没有林子余 那你就不是他的眼中盯了 那 雷聪啊 我跟他已经是死局了 抄袭啊 你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 两种结局 我证明清白了 菲林跟柏曼上可一波 我证明不了清白 我就要永远滚蛋 柏曼永远压菲林一头 所以啊 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们谁也逃避不了 舒展 有件事 你应该知道 兄弟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也从没想过跟你争位置 我也没想过要为难你和林子余 我就是 我知道 水头 你为了我好 你怕我因为林子余被漏洞凉坑 都理解 以前啊 是我没有 没有想到 舒展 你没错 你真的没错 你正直善良 对我们所有人都是能帮就帮 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拦 你一路走过来有多不容易 我比谁都清楚 你值得别人对你好 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得失 都放在心上 谭云英那样背叛你 你都见不得一个母亲 被生活压弯了腰 见不得她儿子抬不起头 你还给她找了一份 能体眉养过她儿子的工作 可是你自己呢 骆宗良离开菲林 是因为她做错了事 就因为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菲林 因为她的欲望遭受损失 你对公司指出了她的罪行 就因为她是领你入门的师傅 你就要背着卖师求人的骂名 你有什么错 从头到尾你才是最无辜的那个人 所有人都在利用你 可你呢 你只是努力工作 用最优秀的业绩 回忌那些怀疑你 质疑你的人 那些人因为你的努力 更上一层楼了 而你 为所有人着想 扛下所有的事情 结局却是离开菲林 这个结局 我绝对不服 瑞宗良 我听着是非常感动的 但为什么我觉得 你说的事情好像 是我以为的事情 但好像又不是呢 我是被自己感动了 什么 我的脑海中 已经铺开了一个 悲壮的超级英雄的故事 什么呀 年迈的超级英雄 渐渐打不动了 身边的民众 开始嘲笑她 嫌弃她 令完她就要赶走她 这时候 她的朋友闪亮登场 为超级英雄主持正义 我这脑洞绝了 你说我要不要去试试 当个漫画家 你说谁年迈呢 三天不打 大王接完了 是不是 你 你 你刚才不是打了吗 是你 你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我错了我错了 你们俩又闹什么呢 哎呦 肚子哦 你玩儿怎么穿 这么少出来啊 头发 凉 哎呀 知道了 不要喝凉的喝热的 不然姨妈来了 肚子疼又后悔 哎呀 你说这为什么天家好男人 都是我鸡绚里的好朋友啊 哪儿的话 还不是你调教得好 我们俩能成为 这么优秀的男人 全都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 如何体贴女生 如何明白女生的心意 都是你言传身教 我们俩才能成为 这么优秀的男人 没有成为一个 自己为是的蠢男人 所以啊 肖子 不管是谁 只要是你爱的男人 你绝对有这个能力 把他调教成一个好男人 一个值得你爱 你也愿意去爱他 你根本就不需要 那些花里虎钞的东西 来包装自己 包装你的爱情 因为你 生来就值得被爱了 哎呀 好了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知道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嗯